百货公司周年庆活动现在是强强棍的 但是呢人那么多进去抢好 大家要小心这个安全了 台中市政府进行公共安全检查 结果发现三大百货业者都有状况 百货公司周年庆大队人马来突袭 直接上到逃生口发现状况真不少 餐厅生意太好了 竟然就把桌椅摆在逃生门前 真的发生什么事 逃生门恐怕会因此打不开 周年庆临时贵增加 干脆把收银机摆在逃生通道上 一旁堆了纸箱让鸡查人员看了也摇头 还有这个更夸张 逃生只是有意规定张贴了 但仔细瞧 钥匙真的照指示方向逃生 可能会找不到出口 因为方向全反了 我现在屁股被这个电影 我现在看土了 周年庆抢强棍 台中市鸡查人员半黑脸来把关 有的劝导改善 有的是考虑开罚 逃生门还上锁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就一定会开罚 一趟下来 台中市四大百货业者 都有违规堆指向 把逃生通道当柜台 收起钱来 状况多多 要求业者收到指令 赶紧改善 不让冲刺周年庆的业绩 反而让消费者 深陷险 中文学院陈思源 林志文台中 采访报道 中文学院陈思论